4月23日,我是新增140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965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到4月23日24时,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有160例,微重症患者19例 4月23日,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9例,平均年龄78.7岁,最大的年龄达到98岁 39位患者均合并有严重的多脏器慢性疾病,包括惯性病,心理衰竭,严重心理失常,高血压,脑出血,脑梗后遗症 帕金斯症,阿尔茨海默症,药毒症,恶性肿瘤的广泛性转移等 上述病例均未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患者入院后,疾病进展迅速,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性疾病